早晨 早晨 這個鐘頭我們請來行政會議成員 也是經民聯的立法會議 就是林健鋒 早晨 Jeffrey也是幾間商會的理事 我們這個鐘頭就討論 未來經濟的前景到底是怎樣 稍後我們也會擁有梁兆基 梁兆基就是匯豐瓦帶區的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 我先問Jeffrey 先不說經濟問題 先說回你們行會 行會的行政會議成員 昨晚就說撤去所有公職 你怎樣看這件事 當然他相交所有事情 就是他個人的事情 但因為他的身份是敏感 他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也是多個諮詢機構的主席或成員 很多人就會將他的行為 或者有關的事情 和政府的班子一起說 最近的負面消息 確實是令到行政會議和政府 帶來不少壓力 負面新聞什麼時候都不好 有關商交所的運作 我不熟悉 我亦都不了解 所以我不評論 特別就是現在 這個證監和商業罪案調查科 已經在調查中 但我很希望 有關方面 張振元先生 有關人士 甚至到這個證監 在調查過程中 盡量透明 盡量公開有關的資料 亦都希望他們盡快澄清 那 負面新聞 對於社會 對於政府來說 都是不好的了 我覺得 都應該檢討一下 那對於行會成員來說 一會兒休假 一會兒又辭職 影響你們的士氣 休假這件事 我想大多數人的理解 都是放假 因為有些事情要請假 在這段時間裏面 就不能執行應有的職務 就不應該是一個很長時間的休假 至於是否定一個期限 我覺得可以檢討一下 但是 什麼為合適呢 半年 一年 這些 也要看個別事情 因為 每一件事情 有可能是不同的 有些是因為身體的問題 或者家庭的問題 或者是 例如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 林奮強事件 和張振元事件 當然張振元先生 昨天辭職了 檢討一下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我經常覺得 香港各方面都應該經常檢討 不應該十年才檢討一次 甚至有些票價檢討 是否三年才一次 或者兩年一次 一年一次 其實 密些有可能是好事 但是 如果是太密的 有可能就 就是不用做事了 只是做檢討 但是如果你的時間太長 有可能 譬如用票價調整 你的家幅有可能會大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大家多點溝通 多點了解 多點發表意見 政府也應該多點聽市民 各方面的意見 來作出一些合理的檢討 那會否影響你們行會 現在的工作和士氣 行政會議裡 我們其實代表的成員 都是來自不同的界別 有不同的代表性 每一次我們開會的議題 都是多方面的 我不覺得 譬如現在來說 我們小金兩個成員 是會影響我們運作的 大家都很尊嚴 都是實事求是 就著那個課題 來提供意見 然後最後 就作出一個 集體的決定 那我不覺得 這件事情 是影響到行政會議的運作 好 那George來了 梁士忌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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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們 關於現在 怎麼看這個經濟的前景 譬如說 我們看到聯儲局主席 白銀黑 一番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我們說 退市的言論 影響了股市 過去兩天 都是波動的 然後看到 中國的出口 看到前景 也未必是這麼好 嗯 那你怎麼看呢 問一下George 其實市場的波動 因為市場 一早就 就是 估計那個 減少賣債的步伐 就沒有這麼快出現 也都沒有想到 就是 背臨黑會 就是 提到 就是這個時間表 那所以 變成了先前的 升幅呢 過大的時候 是一個 調整在 但是 事實上 你看 現在目前 就是全球的 經濟狀況呢 就 並不是太理想 那當然 當中美國 那個復甦步伐 是比其他地方快 但是如果 看回 譬如說最近 他們的 這個購買經理指數 BMI 是美國的 甚至是 他們的 就是就業的情況 其實都不是說 去到一個階段 是美國可以 就是 減低賣債 或者撤銷賣債 那當然 就是 背臨黑想給外界 就是一個感覺 就是說 聯儲局不是 沒有一個方案 去減少賣債 或者甚至 是 退市 所以 在每一個 會議裡 其實是 有 談 但是 早前 在國會聽證會 已經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如果過早 去做這件事 會令美國的經濟 複甦 胎死複中 變成 完全 相反了 原先要做這件事 的原子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裡 來說 相信在今年裡 可以看到 退市的機會 仍然都不是太大 但是當然 或者在會議裡 可能會談 究竟是幾時應該 或者是怎樣做法 我想這些聲音 一定會有 白銀黑 就想出口述 控制一下大家的期望 但是 日本那邊 就吹大了 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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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會是超級的通脹 現在除了美國之外 歐洲、日本全部都加入這個項目 所以日本的股市 我想大家都知道 早前是升得多厲害 所以萬一 美國真的考慮減低 就是有少少減低買債肉的時候 變成影響了國際間的息率 就會令到資金大舉撤離 所以股市方面來說 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借機是一個調整的 我相信貝南克也有什麼作用 就是希望 而泡沫不要越出越大 用言論去冷卻一下它 我相信這也是其中一個目的 如果現在的情況繼續 我們看到經濟不完全復甦 看到內地出口的前景也不太好 做生意的人怎麼看? Jerven 我想很困難 剛才George分析有關美國等情況 我同意的 你看歐洲 好像穩定了一點 但問題完全未解決 數字出來很差 日本貨幣貶值了 是不是出口突然很強勁 我又看不到 現在最得益的是炒價 股票上升 第一針是不是日本國內的市民得益 大家都還未看到 我看到未來一年 都是打仗 打什麼仗? 貨幣戰 貿易戰 和地緣政治戰 講起打仗 我又想講講歷史 1923年關東大地震 帶來日本很大的震撼 然後在1927年 日本金融市場差不多崩潰 1929年黑色星期幾天 10月24日 我記得 美國亦發生了經濟大恐慌 那天開始了 在兩個星期內 300億的錢突然間不見了 然後 1930年 我們看到 這個世界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 日本政府 看到他很不妥 各政黨對他不滿 法西斯主義抬頭 這個字我們現在很少用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美國的情況也是差不多 結果 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想講 其實解決一些經濟問題 不外是兩個方法 一是用炸彈 一是用銀彈 當然現在我們的時代改變了 這個量化寬鬆的政策 就是用銀彈的政策 如果通脹 通脹得太重要 拿出來的錢 通脹高的當然是 還錢的時候就好一點 但是對市民來說 會帶來很大的困擾 你看看 香港 因為跟美金掛鉤 過去的影響就是 我們的貨幣 帶來民生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主要的民生的用品 食品都是由國家 由內地供應 但是供應不是免費的 人民幣就是這樣上升 最近日本紙和歐洲 有些貨幣 或者歐元都是跌了 其實在買原料的時候 是跌了 所以未必跟美元掛鉤 是一件完全不好的事情 就是看看你 是做哪方面的生意 或者你在香港 不只是豬牛羊肉 是要買的 其他也不需要買的 這方面的影響 所以未來的一年 真的很複雜 最重要的是 我們香港 有三個好的條件 我們一定要去推行 就是一個好的政治環境 一個好的經濟環境 以及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 但是最近來說 好像一件事都有一點 三件都看不到 我就覺得 真的要落點堆藥 但是重量應該怎樣去下 怎樣去下 分幾顆期 我想大家給多點意見 就是有需要去做點事情 你想下什麼藥 比如政治層面來說 現在社會上很多事情 就是小事化大 大事 做到更加大 這件事是不好的 因為政治環境不好的時候 那些人就搞事搞非 佔中行動就是一個例子 當然現在只有一個講字 但是講得多 人家就怕了 那你的經濟環境 又是不穩定的 剛才我都說過 貿易戰 貨幣 貨幣 等等的問題 都是引來一些 投資不穩定的因素 社會 這是我們很難控制的 這是外圍的 是 但是我們香港可以 提出一些政策 例如一件事 信心 信心一定要給到我們的投資者 例如限奶靈 這件事 我覺得 當時梁振英先生提出的 我絕對同意 因為要穩定我們香港的供應 還有 嬰兒子一定要有奶粉去喝 但是 如果我們的政策 朝令夕改 也會令到一些投資者 有一個問號 你明天又會改些什麼 所以 在六個月後 檢討 我覺得它應該全面檢討 政策上的事 應付一些急切性的問題 政府是有需要這樣去做 不過賣東西的人 不要投機取巧 團職居期 政府就不用拿這麼多政策出來 這個也很重要 還有什麼可以做 藥還有什麼可以放呢 譬如我說社會穩定 社會現在很多爭拗 政治上的爭拗 經濟上的爭拗 政改上的爭拗 政改這個問題 政府應該盡快提出一個方案 當然我覺得它是有需要的 在這個時間去多聽一些意見 不要某某然推出一些 根據爭議性的課題 或者建議出來 現在它不提出來 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但一定要很仔細去聽各方面的意見 要靠你們在行會裏做多點功夫 立法會也是 立法會也是 其實你將剛才那些事 和立法會議員70個議員 談談都很適合 我想問George 你怎麼看 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大家 比如說在經濟方面 有信心 因為現在大家看首季 我們經濟增長2.8% 但在第二季 其實都未必 其實接下來的全球經濟環境 並不是那麼理想 因為基本上 中國經濟放緩的趨勢已經形成 接下來的時間 我相信PMI index 都有機會再度收縮 其實這個對於香港的廠商來說 並不是一件好的消息 但問題是中國是決心去做一個經濟轉型 做一個比較高質量的一個經濟增長動力 最近李克強總理都提到 我們不想再增加這個產量過程的問題 如果你再次刺激經濟的時候 這個問題會加大 即是很預期未來的一段時間來講 用大量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 似乎用的力度即使有 都不會及得從前 所以在這個情況裡 我想未來下半年 那個不確定因素很大 我們都不相信美國的復甦勢頭確定 所以為什麼聯儲局都說要看未來三個月 究竟是否可以持續下去 我們才再談這個減債行動 因為接下來幾個月 基本上是看究竟勞工市場的改善是怎樣 因為目前美國的勞工市場 基本上 就義人數是改善了 但是有很多是退出了勞動力的 沒有在統計裡面 沒有在統計裡面 找不到工都不去找 通常在衰退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是否真的改善得到 其實就不像表面數字所提到 其實回到香港的情況 如果你看回第一季香港經濟增長 出口就佛線觸塵 我想你也知道很清楚 我們比新加坡或者台灣其他好的 其實就是納貝消費仍然可以找得住 當然第一季大家知道 樓市仍然都未出招數之前是挺暢旺的 最近成交少壯 第二季我相信似乎沒有這支小歌唱 當大家擔心自己的荷包的時候 變成消費的支撐就會少了 其實香港是有急切性去看 我們面對很多很挑戰性的經濟環境 外圍、匯率戰、通脹 甚至中國經濟防援 其實的確的心思要花起 怎樣推出一些措施 即使未必是可以完全對抗到外圍環境 但至少能夠舒緩解禁這個目的 但是似乎 越說得多 要投放心思在經濟方面 整個政府就越困擾在政治方面 變成了在未來 怎樣應對這些經濟波動 似乎是現在所提到或所聽到 比從事更加少了 當擔心有再大的波動 甚至經濟滑落的時候 我們是否有這樣的能力 我要問問你在政府裏才知道 有這樣的團結可以去應付 面對不確定的問題 早安 我們繼續是兩位嘉賓 包括匯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梁兆基 早安 以及行政會議成員 也是立法會商界議員林健鋒 早安 剛才George說 其實看到出口前景的國藥 都不是這麼樂觀的 我想問Geoffrey 你做生意 你們商會 你們最近的訂單如何 我還沒講這個問題之前 上一節我講到政治、經濟、社會 不用不怕 香港不是去到一個很難控制的局面 其實我覺得有些事情我們提出來 警惕一下是好的 我亦都覺得政府是有能力去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處理就要大家同心 就不要你讀我我讀你 總之好的意見就是大家一起去做 這個問題很好 Mai姐 你要有好經濟的 有好訂單才行的 訂單其實看到這幾個月 是有點疏落了 這個也是反映外國的經濟環境 不是那麼好 香港一個外向型社會 我們一定要看看其他的地方 經濟情況 所以在成本方面 我們是要很小心去控制 我們現在真的不能加的 現在今天出口的衣服 價錢比五年前更便宜 那你怎麼搞呢 唯有在原料方面下手 自動化 或者是偷工減料 就沒有人收貨了 怎樣去尋求一些新的元素 或者是新的貨源 原料的貨源 那即是說回 政策那方面 怎樣去幫助我們工商業發展 我覺得 我們是有需要去改的 看回日本二十多年的經濟低迷 為什麼二十多年都不能反轉過來呢 就是他們一直都是很固執 不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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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看到一些所謂的改變 但是改變也令到很多人擔憂 回到我們香港 我們應該怎樣去改變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 要將透明度提升 大家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如果大家不知道 政府想有什麼改變 突然間他一推出來的時候 是有一點震撼的 所以 在介紹有關的政策 和諮詢有關的行業 業界的代表 是需要的 還有 其實我們 金融和貿易 是發展得很好過去的 但是似乎太合責了 我們應該將工商業的範疇 來擴闊 這個才是有出路的 那 你如果是改變 改變得好的 出口會有改變 本地的生意也會有改變 你想他能夠做些什麼 來幫你們經濟的範疇 或者是出口可以好些 具體你想政府做些什麼 我覺得幾方便 第一 政策方面 真的要穩定 要讓人看到你 政策是很穩定的 亦都不需要人有我有 就是說 你看到現在很多政策 其他國家有的 我們就說應該要搬來香港 但有的國家的經濟 又不看到它好 所以我們不是要超英趕美 不是要人有我有 最重要是要有些政策 是適合我們香港 我們這個很獨特的地方發展的 還有一定要了解 我們這個但遠之地的 文化背景 經濟背景 發展模式是怎樣去做的 這個政策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和各方面的溝通交流 亦都是重要的 政策呢 老實說 如果你只是反對派 一天出來發射你 你也不行了 現在不只是這個情況 自己有都發射你 你那些旁邊的朋友 都有很多不同意見 但是那些意見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就是為本身的利益 或者一些政治的因素 而反對的 對香港來說 對政府來說不好 對整體社會發展來說不好 那我們怎樣去改變呢 我覺得 貨幣那方面 還是留給George說 因為我的看法 有些跟他未必一定相同 但是 包括有些時候 我們的匯率 我們都要很頻密去檢討一下 日元 現在的貶值 對我們的影響是怎樣呢 這些呢 我們亦都要向外 反映多一點 現在美國就是 總之 每天就叫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將貨幣升值 日本就 你跌多少我都不理你 這件事又不是很公道 我們怎樣可以在國際層面 做多一點功夫呢 這些都是在宣傳和溝通方面 我覺得是需要去做的 人民幣 你叫香港政府做不到的 這是大陸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的角力 其實Geoffrey 我覺得 在經濟政策層面 我想你是行會成員 你也是經濟發展策略委員會的成員 我不是 你不是 梁君彥他是 梁君彥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也是一個比較高的規格 因為由特首直接 做主席 在這方面來講 籌劃一些比較長遠的 對香港怎樣去發展 一個比較平衡的經濟 照顧到各個方面 是急不宏盤的 以這個比較高規格的發展 其實很多人都想看下 有些什麼政策的出台 如果能夠 像你剛才這樣說 在裡面能夠做到一些 比較有願景的政策 而是做一些比較好的 和市民的溝通 諮詢 港大諮詢 其實這個是相當正面的 顯示到政府基本上是有 仍然集中精力 所說的 去看經濟政策 但是最近當然有些事件 已經在傳媒裡面 已經押了所有位置 但是實際上 這個委員會開了之後 其實繼續是怎樣做呢 似乎市民都好像 不太知道 所以其實在很多渠道 可以在經濟政策方面來講 是有一個很大的作為 問題就是說 推動力的問題 還有在立法行政會議的層面裡面 怎樣去反映這些比較 其實這些是比較中和的一些政策 比如說你推進經濟發展 除非你牽涉到買地 或者是分利益來講 如果不是基本上 我想大家都是比較齊心 看看怎樣可以改善那個環境 所以這方面的問題 是可以把焦點集中 在現在比較急不容緩的政策上 比如說香港所說的老人問題 長遠其實已經是迫在未出 十幾年前提出 現在十幾年前還老了 我們快要踏入 退休年齡 踏入可以踏車兩元來解決 這些是怎樣解決 很重要 將來的財政支援未必能夠足夠應付 我們是用什麼的稅制結構 我們用什麼的企業去支撐 我們將來的收入 這些好在在是需要講的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香港在過往的四大支柱裡 有幾個都已經開始慢慢衰退 未必可以支援到我們以後的經濟增長 而在我們的人口結構裡面 不單止老化 也男女不平衡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議題需要講的 當然未至去到行會拍板的議題要談 但是在經濟策劃的議題裡面來講 其實是應該要加速去推動 當然就是說 剛才你所講的匯率 或者是怎樣人民幣方面 這些其實香港能夠 好像美姐所講 可以觸及的能力是相當少的 這些屬於一些是中國的事務 一些在外面 我們根本是一個小的薯仔 是沒有辦法可以影響得到的 這個世界兩大國之間的角力 我們只是一架小艇在那裡漂流 但是小艇也要來不中發聲 如果不是 當然 但是我們的小艇也開始漏水 我們要想怎樣可以 維持我們的小艇 還可以浮一浮 這是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其實精力方面來說 我覺得真的要盡快集中 究竟香港全面的經濟政策是怎樣 除了我們執重的四大支柱之外 我們還要發展什麼樣的產業 這個講了很多 趁我們還有錢還有能力 還被老得很緊要的時候 我們是必須去做的 這個由年多前開始講到現在 仍然未聽到任何聲音 都是一個討論階段 所以譬如你說開始的時候 應該說今年初 先報告提及過 經濟發展策略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 兩方面就是看經濟方面 但是到底在討論的過程 在會議中有多少實質 拿出來怎樣做呢 包括剛剛立法會裡面 Jeffrey在立法會裡面 有一個動議討論香港的經濟 但是你看回其實 一不是很多報道 二他們在裡面討論 其實都不是討論到 他們有什麼建議給政府 我想你做什麼 只不過大家 我講得比較俗 大家就噴一下口水 或者互相罵對方 那就當作動議辯論員 Jeffrey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有這樣的感覺 我簡直感受良多 有同事跟我說 他們說你們的商界 就經常想拌油水 拿到最準的利益 他說現在香港經濟已經這麼好 做什麼要把香港的經濟搞得更好呢 我就拋頭 不過這樣就是 因為有些商界是很討論的 真的就是什麼都賺到最盡 他有一天說 他就說 你不是每次都賺到最盡 其實我就永遠都想賺到最盡 又是很討論 又令到大家市民有這樣的提法 其實香港這個問題 大家看得很清楚 張德光委員長也說 我們有些範疇已經開始弱化 優勢已經弱化 我們不可以輕輕 大過了就不處理 社會上或者 你們有很多議員都是做商界國讓 或者就算不是 會不會有些 你可以做些什麼拿出來說呢 首先我覺得這個經濟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 應該盡快做多一點 聽多一些你們專業意見 然後提出一些策略性的意見出來 當然 我們就算不是在委員會裏面 都應該在外面提出意見 其實我們每天都向政府提出的意見 雖然好像美姐你說 我們說經濟是沒有人登記的 但是我們是需要全民支持經濟發展 因為如果我們經濟發展不好 將來在就業、稅收方面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今天我們的儲備 仍然是多豐厚 但不要忘記 我們有儲備 也有很多負債 以及未來支出 已經是決定了的支出 我們是要給的 如果我們沒有好的經濟去支撐 只要使用我們的儲備 將來會有很大的問題 George 也提到老人問題 我們結構上的問題 到2031年 其實我們不是像現在這樣 七個人養一個老人家 到時兩個多 不夠三個人養一個 那時候問題就大了 如果到那時候經濟不好 儲備又跌了下來 怎麼搞呢 香港是面對這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將經濟的層面 來多一些討論 也都希望將我們整體的工商發展 多元化去處理 也都希望引入多一些投資 不要只是單方面 例如集中在金融方面 當然沒有金融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銀行不借錢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這波提出被George 銀行真的想借多一些錢出去 問題就是 整個經濟推動我們 才可以做融資的角色 但是問題 我想大家都要了解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系 甚至是外向益 如果我們不賺錢 就基本上沒有錢花 我們今時今日 這麼紅厚的儲備 也是過往的幾代 很艱辛地賺回來 當然就說 整個分享要公平 和一個比較平衡的做法 但是實際上我們要顧著 就是我們的競爭力 我們不能盲目去留意某一個行業 究竟我們的工資結構 是否可以支持某一個行業的持續下去 雖然香港的生活水平沒有很高 這個完全明白 但是我們是向全世界競爭的 所以我們價格方面 Drafford很清楚 不是我們所控制到 我們沒有能力可以決定任何價格的 所以我們如何維持我們的競爭力 令到我們可以提升 從各方面的投資方面來講 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這是很重要的 或者發掘一些新的行業 新的市場去保佑我們的優勢 這些其實就是說 可能香港真的富有了去到一個地步 失了一種居安私危的感覺 好像我剛才聽你說的 有些人覺得香港已經很好 我真的看不到哪一處很好 真的 出口又下跌 運輸業又不太好 至少我們溝通方面 好像現在的融資擔保計劃 我也跟你談了很多次 結果我們將這個意見 遞交給政府 政府接受了 起碼這個是為中小企 舒緩解困 所以政府方面 有很多東西 其實商界和政府可以合力 如何支援一些企業 受到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來過渡 並沒有這樣的例子 但是在全面的經濟發展裡面 其實仍然需要合作 但是在合作就是官商勾結 或者是拿這個游泳 我們是要從一個大角去看 個別企業很難 或者商界個別的部分 當然會這樣做 大家都希望可以拿一些利益 就算在立法會裡面 我想你有些不少是想拿利益 但是你是要從整個格局去看 你不可以因為一小撮 就是這樣的時候 就打沉一條船 究竟要看香港的競爭力 是不是在下跌呢 很多的指標其實已經指出 甚至中國的領導人 都看到我們的優勢慢慢減退 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真的要積極去做一些事情 而在政府和商界裡面 基本上是要 如何能夠共同合作 而要外面理解到香港的情況 在長遠裡面來說 並不是我們所謂的安樂 而是有很多危機在我們前面 但是你譬如說 從你的研究分析裡面 你覺得香港可以做些什麼 哪些行業可以是我們去發展 為及未來的經濟 其實我們和中國的經濟 永遠都是息息相關的 你如果從香港開埠以來 其實我們從轉口說 一直到生產基地 都是從中國的改變而帶出來的 中國在受到禁運的時候 我們才有製造業 中國開放的時候 我們才有金融業 不是哪裏有這件事 現在中國的環境一直向國際化的時候 香港要尋找一個角色 如何服務內地 這個是無可爭議的 無論你喜不喜歡 這個是需要去做的 香港和內地的融合是必須的 雖然我也有時候覺得內地人 不是很禮貌 又大聲說話 但是這個融合是必須的 問題是如何政府能夠做好一點 比如好像所說的限奶靈 我明白在這個過程裏面是有衝突的 你一擁人來買奶粉 那當然香港沒有就有瓜瓜醋 但是你如何控制人流下來去買 而不會令到香港的利益 受到一個很大的損害呢 這個是政府需要去做的 比如下來的醫院 其實我們也很想做裏面的生意 老實說 你問所有醫生都希望做的 但是醫生都不希望令到香港的產婦受損 那你如何可以將兩個市場分隔 這些是政府才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私人市場想做 我怎樣可以去分隔 總之有生意就是做 誰給得多錢我也是想做多錢的 我覺得是兩方面 政府要做很多事情 政府要預視得好 規劃得好 但是你的商人 包括做私家院的人 都不可以什麼都賺到盡 總之我現在有錢我就賺到 我看了大陸人 我就不看你香港人 他忘記了那塊地 其實是香港的地 這就是回到政府規劃 政府什麼遊戲規則 就會出了什麼結果 老實說都是自私自利的 就是要有錢就不想賺 對吧 Jeffrey就賺完之後出來做公職 回報社會 這也是一種回報的做法 但是問題最重要是 為什麼香港難以成功 就是我們用法治 我們是以法治 有規有舉 在有規有舉的情況下 就會出了什麼結果 好啊 政府又要做事 但是商人都不要這麼自私 賺到盡 謝謝兩位 謝謝